每天学习一些新知识来发挥你独特的力量和价值 尽可能的去帮助更多人 给出你的赞美和鼓励 发挥你的优势 让每一个今天充满知识的力量 创造多彩多姿的新生活 亲爱的朋友午安 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向前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性灵人生七十开始 这是日本精神科权威高龄医学专家 和田秀树所写的书 七十岁是我们老年健康的决胜点 要做好哪些事才可以安心慢老的快乐活呢 为了健康度过长期的老年时光 最重要的关键取决于八十岁之后 是否能够保有健康的大脑功能 七十岁的时候所具备的运动能力 要如何继续维持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关键就在于七十岁的生活方式 七十岁之前就罹患失智症或需要别人照顾的比例 还不到一成 只要没有意外受伤或者罹患重大疾病 应该可以过着跟中高龄时相去不远的生活 只要在这段人生最后的活跃期 好好的努力过日子无论是身体或大脑都能够长保年轻 而且还可以延后自己需要别人照护的日子 为了顺利迎接健康的八十岁人生 七十几岁的这段时期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何田秀书医师希望大家明白 他不是要劝所有人 终其一生都要努力地抗老化 持续地与老化奋战 现在由于抗老医学的进步 即使到了七十岁依然能够维持 跟以往年轻的时候相差无几的外貌 但是这顶多只能维持到八十岁左右 只要一过了八十岁 每个人都一定会变老 因为人类不可能完全停止老化 何田秀书医师认为今后的老化 应该可以区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七十几岁时 跟老化奋战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八十岁之后 坦然接受老化的时期 无论你再怎么抵抗老化 进入八十岁之后 每个人都必须得接受老化的到来 要是永无止境地追求年轻 拼命地对抗老化 最后只会倍感挫折 到了八十岁或超过八十五岁之后 日常生活中需要受到别人帮忙的事情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多 这个时候就应该要坦然接受 自己已经老化的事实 如果不愿意接受老化 接下来的十五到二十年 这段被延长的老年期间 只会让自己活得痛苦不堪 当寿命延续到将近百岁时 一般来说 最后的光景都是长期卧床后 自然衰老而死亡 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几率 会迎接这样的晚年 因此要是一味的忌讳老化的到来 反而是不合乎常理的 过了八十岁之后 可以说是接受自己 自然而然老化的时期 另一方面 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还可以持续对抗老化 这个阶段为了活得健康 有活力而付出努力 还是能够获得一定的效果 每个人接受老化的方式不尽相同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永保年轻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最好可以自然的老去 老年的生活方式 接受老化的方式 没有正确答案 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 对自己而言最理想的方式 如果你希望到了八十岁 依然可以长保健康活力 维持生活品质 身体能够在某种程度内自由活动 头脑也维持清晰 七十岁就是尚且能够与老化奋战的最后机会 这段期间你每一天所付出的努力 都会大幅影响你八十岁之后的人生 那么要避免急速老化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持续使用是维持大脑及运动功能的重要关键 举例来说四五十岁的人就算什么也不做 整天只是躺平过活 也不至于导致你的身体跟大脑功能的退化 但七十几岁的人一旦成天无所事事 运动及大脑功能很快就会衰退了 一旦活到七十岁 要是平时不刻意活动身体运用大脑 很快就会陷入需要别人照护的状态 这就是七十岁所面临的危机 很多高龄者活到了七十岁之后 运动和动脑的意愿会变得越来越低 活动程度也渐渐下滑 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不感兴趣 连跟别人见面也变成一件麻烦事 渐渐就出现足不出户的倾向 老年人之所以会像这样意愿降低 主要是因为大脑额叶的老化 以及男性荷尔蒙减少所引起的 事实上大脑额叶早在四十几岁就开始萎缩 到了七十岁就正式宣告老化 再加上如果生为男性 上了年纪之后 男性荷尔蒙也会逐渐减少 这两者互相影响之后的具体表现 就是丧失行动的意愿 这种意愿降低正是老化最可怕的地方 虽然疾病或受伤都可能会让人急速老化 但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之后 意愿降低更是让人迅速衰老的主要原因 最后无论自己原本再怎么想要 活动身体动动大脑 也会因为意愿降低而让人开始觉得 各种活动都很麻烦提不起劲 也更难维持自己原本所拥有的能力 像这样意愿降低的情形会在七十岁的时候 变得非常显著 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否能够从七十岁 迈向健康有活力的八十岁 关键就在于七十岁的时候 是否有用心预防意愿降低的问题 为了避免意愿降低 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 活化额叶功能跟男性荷尔蒙 所谓的额叶就是大脑的前半部 也就是跟意愿思考创造有关的部位 而男性荷尔蒙不只是掌控性功能 也跟关心其他的人事物 行动意愿等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能够将这两大关键 维持得跟年轻的时候一样 就能够保障你的日常生活活动程度 能够延迟老化长保年轻 那么要如何活化额叶跟男性荷尔蒙呢 听一首光良随眼唱的《想见你》之后 我们来为大家揭晓这个很重要的答案 疲倦的背包 他不问我是否寂寥 无奈的手表 孤单的走过每一秒 阳光静悄悄 街上有人拥抱 我听得到 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 想见你 没有你 尝试在悬念没意 热闹的 全都是你的幻影 想见你 心太近 狂奔拥挤的人群里 多希望 下一秒就见到你 多希望下一秒就见到你 想见你 没有你 每天生活只剩呼吸 闭上眼 晃动的全都是你 想见你 我的心 其实从来不成离去 我的心 这一生 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的心 想见你 想见你 没有你 每天生活只剩呼吸 闭上眼 晃动的全都是你 我 我 想见你 我的心 其实从来不成离去 全世界 最重要的就是你 欢迎再回来 快乐向前行 继续跟大家分享 和田秀书医师的 性灵人生七十开始 刚刚有提到 怎么样增加男性荷尔蒙 以及活化我们的前额叶呢 因为前额叶呢 就是负责控制 我们的创意跟同理心 还有处理突发状况的功能 一旦你的额叶老化 就会让一个人 对所有的事情都丧失意愿 对任何活动也会觉得麻烦 这么一来呢 就会加速导致运动功能下降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脑的老化 当然外表也会给人感觉 你是一个失去活力 衰弱无力的老人 为了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窘境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准备 离开职场的时候 我们要想好自己接下来 要做哪些事情来取代工作 有些人会觉得老了之后 过着隐居的生活也不错 不过和田秀树医师 希望大家明白 过了70岁之后 一旦开始过着隐居的生活 大脑跟运动功能都很可能 会因此迅速下滑 风险极高 今后人人的寿命 活到90、100岁都不是问题 如果因为自己年龄增长 就开始考虑退休 这个想法本身就会造成老年生活的危机 所以和田秀树医师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打算退休 把自己永远当成现役市民 就是延迟老化 在漫长的晚年生活当中 活得健康有活力的秘诀 只要你的身体尚且硬朗 尽量一辈子的维持工作 就是延迟老化的最佳方法 有些人可以继续工作 但某些职业种类确实属于 到了一定年龄就必须退休 尽管如此也不必放弃 透过各种形态的工作持续 与社会保持连结 不降低自己的活动量 就是长保年轻的秘诀 当然不见得非得工作不可 想参加社区委员会 大楼管委会 或者是同号的社群组织 也都是很不错的 当然参与一工生活 更是在退休后融入社会的好选择 如果能够实际感受到自己 有能力帮助别人 派上用场且为人所需 一定也能够让自己意识到 自己可以持续发挥所能 在社会上活跃一辈子 过了七十岁 千万不要萌生退休的想法 维持参与社会的意识非常重要 光是这样 你就可以预防自己迅速老化了 日本的长野县 为什么可以成为日本的最长寿县呢 他们的秘诀就在于 长野县的高龄人士并没有减居在家 而是出门工作 何田医师认为 这正是因为工作才能够延缓运动 及大脑功能的老化 也是延长高龄者的寿命的主要关键 持续工作可以说是年届高龄后 仍然能够维持活动力最快的方法 赚多少钱达到什么目标 都只是工作的一个面向而已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 看看自己对社会产生多少贡献 年届高龄依然持续工作 就是预防老化的最佳良药 何田修书医师也建议上了年纪之后 不要轻易放弃驾驶车辆 最近大家对于高龄者开车充满了疑虑 认为高龄人士驾驶车辆非常危险 但是何田医师却认为 年届高龄也不该放弃开车 因为这是维持健康活力的一大关键 只要会开车尽管只是办一点小事 也能够增加出门的机会 许多的购物中心与大型超市 都纷纷进军乡下营业 就算是开车前往购物 也可以在购物中心走上许多路 这样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很多高龄者认为 要尽量少吃肉以蔬菜为主的饮食 对身体比较好 其实这是大错特错的 实际上跟以往年轻时相比 有些高龄者每天的饮食都相当的清淡 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据说在70岁以上的日本人当中 每五人就有一人的蛋白质摄取不足 其实随着年龄渐长 有好几个原因会造成活动意愿下滑 其中一项就是大脑内的神经传导物质 也就是血清素减少了缘故 血清素又被称为幸福荷尔蒙 是一种能够让人感受到幸福的物质 有时候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 我们会感觉到 哦 好幸福哦 这就是血清素带来的感受 由于血清素的分泌会随着年龄渐长 而逐渐减少 因此年纪越大 活动意愿就会变得越低落 罹患忧郁症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不过即使年纪高龄 还是可以借由改善生活习惯 来对付血清素减少的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多摄取肉类 由于血清素的来源是一种 名为色胺酸的胺基酸 肉类当中就含有大量的色胺酸 借由积极摄取肉类 就能够促进血清素的生成 避免行动意愿随着年龄降低 当然肉类当中也含有丰富的胆固醇 大家都知道胆固醇会促使动脉硬化 可能引发心肌梗塞 对胆固醇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对于东方的高龄者来说 并不见得需要如此忌讳胃固醇 因此若是服用降胆固醇的药物 常会引起勃起障碍 在男性荷尔蒙之中尤其是 搞固酮跟行动意愿的关联最为密切 男性荷尔蒙不只跟性功能有关系 也同样掌控着对其他人事物的关心 与专注力 男性荷尔蒙一旦减少 就会导致行动意愿降低 让人变成毫无活力 也会造成记忆力扁差 我们只要多吃肉类多增加 摄取好的胆固醇 就能够对抗男性荷尔蒙减少的问题 据说胆固醇也身兼将血清素 传输到大脑的重责大任 也就是说 吃肉不仅可以促进生成 血清素与男性荷尔蒙 提高人们的行动意愿 对于维持活动量更能发挥显著的功效 那么怎样让我们的身体 获得大量的血清素呢 稍后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欣赏周华健所演唱的 其实不想走 你总是说我在这样孤单时候 才会想与你联络 然而谈得清说的爱不够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 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 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不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怎么会不懂我 怎么会不知道 女人的心是脆弱 寂寞不是我不能够忍受 只是每一天我想你太多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走 留下来陪你美好真下就懂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其实我想留 留下来陪你美好真下就懂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你要相信我 再不用多久 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我留下来陪你美好真下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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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 其实不想走 我留下来陪你美好真下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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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田秀树医师的性灵人生七十开始 接下来我们赶快分享一下怎么样制造血清素 当我们在烦恼某件事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待在家里埋头苦思 心情会变得越来越低落 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出门晒晒太阳 不仅心情会变得比较轻松 还能够帮助我们恢复正面积极的心态 这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的血清素发挥作用的缘故 由于症患者通常大脑内的血清素并不足够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种治疗方式叫做光疗法 光疗法就是利用人工强光照射患者一段时间 对于改善症状很有效果 光线对于人的大脑跟心情 就是有着如此深入的影响 藉由沐浴在光线之下增加血清素的分泌 就能够使心情放轻松 增强行动的意愿跟动力 尽管日光浴如此重要 也不必郑重其事的大费周章晒太阳 由于高龄者照射到紫外线容易生成斑点 所以不必特地搬一张椅子到户外晒太阳 每天只要踏出屋外一次 让自己沐浴在阳光之下就可以了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散步 如果不习惯没事出门散步 前往超市购物也不错 总之请大家千万不要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让自己养成习惯 沐浴在白天的阳光下 因为光是这么做 就能够有效地预防高龄者 行动意愿下滑的问题 当你白天沐浴在阳光下 所制造出来的血清素 到了晚上还会从大脑里制造出一种 叫做退黑激素的荷尔蒙 退黑激素又被称为了睡眠荷尔蒙 跟人类的睡眠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越来越多人会出现浅眠跟失眠的现象 就是因为退黑激素减少了缘故 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但年睡渐长之后 睡眠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之所以早上特别早起就是因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使我们的退黑激素减少所致 沐浴在阳光之下就能够适当地补充退黑激素 因为只要在白天制造出大量的血清素备用 到了夜晚就能够自动转变为退黑激素 退黑激素增加就可以获得良好的睡眠品质 也能带走忧虑和不安 预防忧郁症上门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养成白天出门晒太阳的习惯哦 认识了血清素和退黑激素之后呢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前额叶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老化 额叶呢负责掌控的是关于人性好奇 感动同理心跟悸动 这些比较高层次的微妙感受 因此这个部位一旦老化呢 就会造成意愿跟行动力的下滑 让人变得不善于控制情绪 难以应付突如其来的遭遇等等 我们常会听到老顽固这样的说法 如果一个人原本的个性开朗乐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却变得不知变通 总是板着一张脸 就很有可能是因为额叶的萎缩情形 越来越严重所造成的 其实额叶早在4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萎缩 只要诊断X光就可以确认额叶的萎缩情形 如果置之不理额叶萎缩的情况只会越来越恶化 到了五六十岁就会开始出现强烈的 钻扭脚尖变得相当顽固 易怒等症状 即使原本是会积极与朋友来往的个性 也会变得嫌麻烦而不愿意出门 这些特质到了70岁后会变得更加严重 对于什么事都提不起劲 本来做得好好的事也会变得不想再做 原本经常碰面的朋友也不想再往来 成天待在家里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 这么一来运动跟大脑功能都会在短时间内 大幅衰退 为了避免自己陷入这样的窘境 我们要学习预防额叶老化 维持行动意愿 如何预防额叶老化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过着充满变化的生活 所谓的额叶就是在应付突如其来的事件时 会变得活跃 反之如果每天都日复一日过着单调贫乏的生活 就没有办法刺激额叶 就会导致额叶越来越萎缩老化 很多人上年纪之后呢 就会变得在固定时间用餐 固定时间前往固定路线散步 享用固定的晚餐 收看固定的节目 在固定时间上床就寝 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生活 这样子做就是促使我们的额叶渐渐老化 会让我们变得无法接受改变 只能一直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过了70岁之后 你一定要确认看看自己的生活 是否变得越来越单调了 在生活当中安排各式各样可以出门的机会 就是避免让自己陷入单调生活的最佳方法 经常外出跟别人见面就不会一整天都是固定的行程 当然你也可以试着不要每天走固定的散步路线 每周选一天前往没去过的新地点去散步 或者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开车 只要前往没去过的地方都可以 这样都能够活化我们的额叶 充分发挥作用 喜欢阅读的人也要试着别一直读同样类型的书 不要总是阅读同一位作家的作品 建议大家偶尔也要看看别的作家别的领域的书籍 经常接触别的观点别的思考方式 也同样可以帮助活化额叶 另外试着亲自动手做料理也能够带给额叶很好的刺激 不要总是烹调固定的菜色 每周只要挑一天试着挑战看看 没有做过的餐点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经验 从简单的餐点开始烹调 也是非常好的抗老方式之一 因为挑战新事物的经验 是最适合预防额叶老化的良药 此外也要经常思考在日常生活中 你还可以做出怎么样的变化 并付诸行动 尽量避免手续繁杂 并且需要准备众多物品的事项 也就是以简单为主 先从不起眼的小事开始 为生活增加一些变化吧 不论你到了几岁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融入新体验才好 年纪渐长之后 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时间越来越多 有些人会利用这个时间 开始自学以往没学过的东西 不过可惜的是 独自一人努力念书的自学形态 对于预防额叶老并没有帮助 比起阅读书籍等被动接收的行为 像是与人对话这种主动输出的行为 更能够活化额叶有效预防老化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学习的事物 千万不要独自一人埋头苦读 不妨报名学校课程或参与同好 与同伴一起学习就有机会运用到额叶 因为在与其他同伴交换意见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输出机会 让额叶作用得以发挥 语言对话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当中 最能够轻易满足 主动输出目的的行为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多多语言交谈 就可以延缓额叶的老化 过了70岁之后 更要刻意营造出与别人对话的机会 不过请大家要了解 对话内容也会影响到 活化额叶的效果 有人常会说某某书本是这样写的 或者某某评论家说了些什么话 像这样直接转述知识的对话内容 就没有办法达到活化额叶的效果 那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活化额叶呢 就是必须把你自己获得的知识 加入你过往的经验跟其他知识 融合起来 说话时要说出你自己的想法 才能够活化额叶 所以我们要学习随时加入自己的见解 再阐述出来 这样才能够在与人对话时 彻底发挥额叶的作用 七十几岁的人们 在以往的人生当中 获得了非常多的知识跟经验 一定可以对外输出一套 专属于你自己的独特见解 即便是平时没什么机会 跟别人说话的人 现在也有许多像是部落格 或脸书等社群 只要在上面写出你的看法 就算没有直接与人对话 还是可以达到活化额叶的效果 也许你写下的文字 就能够让你跟某个看到的人产生连结 让社群媒介成为你跟别人 交换意见的全新场域 过了七十岁之后 请大家一定要多留意 利用某种形式 做出主动输出型的行为模式 藉由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让自己成为言谈风趣的人 而不是无所不知的人 更能有效地预防额叶的老话哦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曾经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欢迎再回来汉声电台的快乐向前行 节目继续跟大家分享 日本精神科权威高龄医学专家 何田秀树他所写的 性灵人生七十开始 今天我们学了几项功课 一个是活化前额叶 还有增加我们的血清素 接下来就是运动了 最适合高龄者的运动 除了散步之外 最近有很多人选择在水中见走 水中见走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可以达到活动全身的目的 水的浮力不会给关节带来负担 即使是高龄者都可以放心的尝试 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就持续在打高尔夫球 或网球等运动 千万不要停止运动 应该要尽量维持下去 比起激烈运动在日常生活当中 进行的运动还是要选择 比较轻松可以放慢速度 活动身体的运动比较适合七十岁的长者 太极拳也是一种很适合的运动 这是一种看似简单实责深奥的运动 何田医师认为太极拳肯定为中国的高龄者 发挥了极大预防老化的效果 延迟老化的七十岁生活 除了要维持规律的运动之外 也要避免卧病在床 以及降低跌倒的风险 对七十岁的长者来说 跌倒会严重影响往后人生的重大危机 所以要特别小心预防跌倒 高龄者常会在深夜起床上厕所时不小心跌倒 这些意外可能跟高龄者正在服用的药物有关系 如果真的容易在半夜醒来 医师也建议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 会比镇静剂来得好 有些医师不太清楚高龄者服用镇静剂的注意事项 如果遇到这种医师 建议换一间医院就诊或者是换一个医师 当患者向医师倾诉影响日常生活时 如果医师只是要求患者请忍耐一下 没有帮助患者好好解决问题的话 基本上这位医师并不是一个好医师 和田医师建议患者可以换一间医院或者换一个医师来寻求帮助 除了镇静剂之外 降血压跟降血糖的药物也会在某些时刻 造成低血压低血糖的情况 造成脚步满山不稳 如果有服用这些药物感到担心的话 不妨也向医师咨询讨论看看 高龄者要降低跌倒避免卧床的风险之外 也不可以随意的减重 如果是因为疾病而不得不采取 饮食限制是另当别论的 至少在年过七旬之后 千万不要试图减重瘦身 日本的工程县曾经举行过 多达五万人的大规模调查 结果发现身型线瘦的人 会比身型微胖的人早六到八年死亡 也进一步得知最长瘦的族群 是身型烧胖的人 年届高龄后蛋白质摄取不足 也会加速老化 甚至还会导致免疫力下降 因此罹患癌症等各种疾病的风险 也会随之提升 过了七十岁一定要注意摄取的营养是否足够 不必担心自己是否会摄取过量 如果一定要控制体重的话 和田秀术建议大家 以达到稍胖身型为目标 很多高龄者就算没有刻意的减重瘦身 仍然会担心胆固醇、血压、尿酸等等 就会忍耐不吃自己喜欢的食物 与其刻意忍耐不吃喜爱的食物 不如享用自己想吃的食物 确实摄取营养会更好 你想要一辈子担心血压跟胆固醇 一直克制忍耐的活的长寿 还是就算缩短几年寿命 也要过着享受美食 沉浸于喜悦的生活呢 不妨思考一下究竟哪一种生活方式 对你而言才是幸福的 何田医师认为拼命忍耐不吃喜爱的食物 未必能活得长寿 为了预防冠状动脉硬化而建议患者采行的 降血压或胆固醇的饮食限制 是基于美国的统计跟研究数据而诞生的 因为美国的冠状动脉疾病患者较多 日本则是癌症患者较多 美国的研究结果并不见得可以直接套用在日本 为了没有明确证据的健康指引 拼命要求自己忍耐受苦 何田医师不认为这么做有意义 忍耐不吃喜爱饮食的生活 也许可以预防冠状动脉硬化 但却会造成免疫功能变差 这么一来就提高了罹患癌症的风险 品尝美食的时候能够充分活化人类的额叶 反之充满限制的生活 则无法带来喜悦的幸福感 额叶就没有办法获得刺激 会加速大脑的老化 何田医师认为 如果希望过着健康有活力的晚年生活 最需要极力避免的就是大脑老化 年过期时就不需要对于饮食限制太斤斤计较了 品尝自己喜欢吃的食物享受美味的感觉 才能提升免疫力 这才是为健康着想的最佳做法 延缓老化的七十岁生活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与人来往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与别人来往 如果你从年轻时就不善与人相处 老了之后当然也会偏向希望自己一个人 不想在人际关系上多花心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少与别人来往也无妨 只不过还是要思考一下替代方案 让自己多少可以与别人有所连结 不妨使用社群网路每周发布一次自己的想法 或感兴趣的事物 只要持续发文一定会有人阅读 这么一来多少也能够借由网路维持一定的人际关系 连过七十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要是无论如何你都很排斥和田秀术医师所提出的方法 你不想去做也没关系 就算大家都说运动对身体好 但你就是不想运动的话也不打紧 因为压力才是抗老的大敌 真的不愿意做的话你就要思考看看 还有什么是你可以做到的 找到一种不会太勉强自己的替代方案 只要这么做应该就可以帮助维持身心年轻带来活力 很多人在中高龄阶段可能会为了健康为了工作而拼命努力勉强自己 但年过七十勉强自己已经行不通了 就算刻意勉强自己在不情不愿的状态下努力去做 也会带来过度的压力造成免疫力下降 对身心都造成伤害 活到这把年纪也差不多该跳脱 付出越多收获越大的思维了 因为过了七十之后 自己是否享受其中会对免疫力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请不要再做你讨厌的事情了 在七十岁的生活当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和田秀树的信宁人生七十开始 也欢迎您来跟我分享您如何保持高龄的快乐生活哟 欢迎祝福您平安喜乐 我们下礼拜天同一时间 韩生电台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